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說的是 我們的電池感應的一些現象跟應用 第一個 就是通過金屬管的磁鐵 下落時間會比較久 下落時間會比較久 這個 有磁力 這個有磁力是磁鐵 這個沒有磁力 不是磁鐵 放下去 就是所謂的自由落體 放下去就是自由落體 不下來 可是呢 換成磁鐵 放下去磁牢 原因 因為這個人一線圈 下去感應電流 甚至是抵消的 所以還是擋住它主力 所以它經過比較久的時間才會 掉下來 它經過比較久才會掉下來 這個就沒有 這個沒有 就直接自由落體 就會很快的就會掉下來 就是下落時間會比較久 這是現象跟運用 還有呢 悠遊卡 FID 如果你有張不要用的悠遊卡 把它刮掉 旁邊有個線圈 它就是讓它產生感應 然後呢 去讀取訊號 讓你知道說你到底有沒有 在什麼地方上車啊 或什麼會如何之類的 FID的原理 電磁爐加熱 這個所謂的窩電流 但是我們國中沒有交 然後而且電磁爐在實際設計的時候 會做一些設計 讓你避免某一些危險 讓它某些就不會發 不會有產生電流這種 就不管它 基本上也是電磁感應 然後變壓器 等一下會簡單帶一下 變壓器 我們國中的重點在 發電機 我們要講發電機 這是我們的學習的重點 那我們先簡單帶一下變壓器 就是變壓器 原理就是電磁感應 原理就是電磁感應 好然後讓我們 增壓或者是降壓改變 它的裝置大概長這樣 有一個主線圈 有一個負線圈 有一個圈圈 然後呢 這樣子 這兩個圈圈 然後你進去 當你的 這個主線圈的電流發生變化的時候 負圈圈上會產生 我們國中教叫做感應電流 物理上叫做產生感應電動式 就是所謂的感應電壓 然後呢 去推動它有所謂的電流 然後跟 然後所以就可以靠著這個改變 左邊的主線圈的改變 造成右邊的 負線圈的有一些電流的現象 然後就出現了我要的事情 讓它增壓或降壓 因為我剛才講過 跟線圈密度成正比 所以可以靠著線圈密度的比例 來調整我的電壓的變化 或者我們變壓的變化 那麼這個有計算有公式 我看過參考書寫 我看過補習班老師教 如果你的補習班老師有教 就當作沒聽到 不要理他 國中沒有任何形式的計算 國中生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夠了 什麼事 變壓器用什麼原理 電池感應就夠了 其他的計算的問題 都是高中以後再說的 那麼剛剛講過了 我們主線圈要有一個變化 然後負線圈產生一個感應 這就是為什麼前面跟你講說 商業用電都要用交流電 因為你進來的是交流電 電流的大小跟方向會變 就會表示磁場會變 所以就會生感應電流 因此就可以很容易達到 所謂的升壓或者是降壓的目的 如果你竟然是磁流電 死都不變 磁場就沒有變 改變不了 所以我在實際運輸的時候 我需要有升壓跟降壓 那為了讓我容易升壓容易降壓 所以我就用交流電 那我竟然是交流電會變化 出去的也是交流電也會變化 就是我們前面教為什麼 商業用電都要用交流電的原因 因為它這樣才會有磁場變化 才會有所謂的感應電流 物理的說法叫做感應電動式 感應電壓 然後能達到我的升壓或降壓的目的 那麼國中這樣很簡單的 給你介紹一下我們的變壓器 重點 它利用什麼原理 電池感應的原理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還有一件就是 跟計算有關 可是國中生可以不用理它 就剛剛跟你講過了 跟那個紮數密度有關 可是它可以靠著我的線圈比去改變我要電壓 主線圈少 負線圈多 就會升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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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就好 你看到就好 我講過我們只需要知道什麼 它的原理叫做電池感應 這樣就夠了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了變壓器